丈夫重男轻女逼迫怀孕妻子去查胎儿性别 是男孩就要 是女孩你就给我打掉 妻子生下的是个女孩 恼羞成怒的丈夫拿出一瓶毒药 孩子不喝你就得喝 孩子不死你就得死 面对丈夫的威胁 妻子该怎么办 等待这对母女的又将是什么 她逼我自杀即将不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 北方某城市退休在家的张玉珍正在午休 忽然她接到女婿王超的来电 只听电话那边慌张的说道 妈 抒情贺农要自杀了 您赶紧过来吧 张玉珍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一下子就蒙住了 电话里面说的这个抒情 她正是张玉珍的女儿啊 张玉珍连忙从床上爬起来 外套都顾不得穿 慌张的向女儿家跑去 女儿的家离得并不远 不一会儿的功夫 张玉珍就气喘吁吁的来到了女儿家 而这一进门 她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 女儿躺倒在地 口吐白沫已经晕了过去 而刚出生还为满月的外孙女 正在一旁是嚎啕大哭 不远的书桌旁 放着半瓶农药和一张字条 而这字条上写着 我喝农药与丈夫无关 是我自愿喝的 这字条的右下角赫然写着 抒情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张玉珍顾不得思考什么 她连忙让女婿王超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抢救史外 张玉珍抱着外孙女儿 哭得早已是气不成声啊 而王超此时也是非常的焦虑 在医院的走牢中 不停地走来走去 这激动的张玉珍走上前去 向女婿王超质问道 你们两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女儿为什么要喝农药自杀呢 而王超则吞吞吐吐地回答说 最近我和舒勤 经常因为孩子的事情吵架 今天中午我喝了很多酒 回家后我们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之后我就出门走了 没过多久回家后 就发现舒勤喝农要自杀了 我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过了许久 抢救史走出一位医生来 只见他眉头紧锁 表情凝重地喊道 谁是舒勤的家属啊 过来一下 这张玉珍和王超 连忙跑上前去应答 随后 医生说道 病人一直处在昏迷当中 我们已经通过洗胃 排除了部分农药 可是农药的毒性 已经进入到了内脏 估计是抢救不活了 这是病危通知书 你们在这里签字吧 你们家人 该准备后事什么的 就去准备吧 张玉珍听到这个消息 瞬间瘫坐在了地上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啊 他无法相信 女儿就此将离他而去 他对医生说 医生啊 我这老伴前几年就去世了 现在只剩下女儿和我相依为命 您一定得把他救过来啊 求您了 医生连忙把张玉珍搀扶起来 说道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说完 医生就又回到了抢救室 张玉珍万万没有想到 女儿今天竟然干出自杀 这种蠢事来 她又是伤心 又是气愤啊 她怒视着女婿王超 大声呵斥道 一定是你把我女儿逼成这样的 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事 我绝不会放过你 而王超此时却异常的冷静 他回答说 是舒秦自己喝的农药 他还留下了字条 这件事啊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早听他的 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 你可别诬赖我 随后 王超便借着为舒秦 准备后事为由 是离开了医院 看着女婿王超离开的背影 张宇珍越想越不对劲 这刚出生的孩子还没出月子 为什么要说送福利院呢 张宇珍看了看手中抱着的外孙女 不禁想起了之前女儿对自己的哭诉 女儿那不幸的遭遇 像放电影般 开始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 原来啊 王超和舒秦都曾经离过婚 王超和前妻还生有一个男孩 但是法院最终判决 男孩归王超的前妻抚养 而舒秦之前也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两人一开始是在家长的介绍下相识的 因为王超脾气暴躁 舒秦本不愿意嫁给他 但是年龄的压力 家长的催促 再加上舒秦的前夫 又结婚了这个消息的刺激 舒秦最终选择了王超 两人结为了夫妻 但是因为是重组家庭 所以两个人的夫妻感情并不是很好 随着婚后的共同生活 两人渐渐产生了不少矛盾 每当矛盾产生 王超这暴躁的性格 都让舒秦是备受委屈 两人结婚以后 王超仍然非常挂念 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儿子 每隔一段时间 王超都会买好多玩具去看儿子 可是因为他和前妻 两人离婚时打的是不可开交 因此王超的前妻 对王超来看儿子 显得非常的敌视 每次两人都要为此发生激烈的冲突 最终一次冲突过后 王超的前妻以想要儿子自己生去 把他拒之门外 不仅如此 他的前妻还带着孩子 搬离了原先的住址 从此失去了音讯 为了和前妻赌气 王超向舒秦提出 让他为自己生一个儿子 舒秦本来对婚后的生活并不满意 但是想着以后有了孩子 可能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于是他就答应了丈夫的请求 就这样 舒秦有一天去医院检查 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 而王超也一改以前暴躁的脾气 在怀孕后对舒秦是照顾有加 虽然王超时常抱着舒秦的大肚子 叫着儿子啊儿子啊 可是舒秦并没有多想什么 就这样过了四个月 有一天王超对舒秦说 自己有一个乡下当医生的朋友 可以通过做必超 看出孩子的性别 让他去那里看看孩子是男是女 而舒秦则回答说 男孩女孩都一样 都是我们的孩子 生下来不就知道了吗 专门跑去做那个干什么 而王超听到这里 却突然暴躁起来 他仿佛变回了从前一样 他大声呵斥道 男孩怎么能和女孩一样呢 你必须去那里检查 是男孩就要 是女孩你就给我打掉 舒秦看着眼前这暴跳如雷的丈夫 他心凉透了 在张玉珍的回忆里 女儿舒秦在那个时候 总是来向自己哭诉 哭诉丈夫如何重男轻女 哭诉丈夫根本不关心她 只是一心想要儿子 舒秦强顶着丈夫的压力 就是不去查孩子的性别 为此两人刚刚回暖的关系 又陷入到了冷战之中 随后的日子里 王超在家中对舒秦便没有了好脸色 天天催促着舒秦去看孩子的性别 整日对他是大发雷霆 最终舒秦还是妥协了 因为这孩子是男是女 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只是担心如果是女孩 丈夫会逼着自己打掉这个孩子 但是丈夫每天的这种压力 逼得他透不过气来 于是趁着丈夫出差 他一个人来到了乡下张医生这里 做检查 检查的时候舒秦非常紧张 一直都放松不下来 不一会儿张医生告诉他 应该是个女孩 舒秦听到这个结果 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张医生联邦询问起原由来 舒秦就把丈夫要把这个女孩打掉的事 告诉了张医生 而张医生原本以为 王超仅仅是因为好奇心 想早点知道这个孩子的性别 才找自己帮忙的 没想到他是如此的重男轻女 就这样 在舒秦的哀求下 张医生帮着舒秦 隐瞒了这个孩子 是女孩的真相 张医生给王超拨打了电话 他对王超说 应该是男孩 但是毕超嘛 毕竟是有些看不清楚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吧 就这样 舒秦怀着忐忑的心情 将这个孩子保了下来 回家之后 王超天天抱着舒秦的大肚子 叫着 儿子啊 儿子啊 分娩当日 当王超看见护士手中的女孩 使气得大闹 疑问 我媳妇生的是男孩 你赶快给我换回来 舒秦还是抱着女儿回了家 可还没出月子呢 舒秦就喝了农药 是舒秦自己喝的农药 他还留下了字条 这件事啊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王超所说 是否可信 舒秦真的是自杀吗 他逼我自杀 正在播出 就这样 十月怀胎很快就过去了 一天 舒秦觉得肚子隐隐作痛 估计是快要生了 张玉珍 连忙把女儿送到了医院 而王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飞奔到了医院 大家都在产房外 焦急地等待着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 医生抱着一个女婴出来了 他说 大人安全了 生了一个女孩 可是 这个女孩的两眼间距有些宽 鼻子有些塌 我们怀疑可能患有糖氏综合症 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听到这里 张玉珍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 他对医生说 不会的 我们孩子不可能有问题的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而王超 此时却对医生大吼了起来 你们搞什么鬼 我媳妇生的是男孩 你们怎么把别人家的孩子 和我们孩子换了 你赶快给我换回来 他不能接受 他日思夜想的儿子 忽然变成了女儿 并且这个女儿 还极有可能智力发育 有问题 想到这里 他连句安慰的话 也没有对舒秦说 静止地走出了病房 走出病房后 王超就给自己的朋友 张医生打起了电话 这张医生一接起电话 听到的便是王超的一顿臭骂 张医生被王超骂成了 是庸医 是骗子 这张医生心里 也是极度的不平衡啊 他反过来批评王超 封建老土 重男轻女 这激动的张医生 还把当天的实情 吐露了出来 王超听到这里 更是恼羞成怒 挂掉了电话 再得知 自己的妻子 早就知道 这个孩子是女孩 却和自己的朋友 联合起来 欺骗自己 王超这暴躁的性格 被激发到了极点 他气冲冲地 返回到病房 对着舒秦和张玉珍 是大发雷霆 还延延说 要把这个孩子 送到福利院去 最终 一番激烈的争吵过后 王超气冲冲地 摔门而去 再也没有回到过医院 舒秦和母亲张玉珍 在医院度过了 难熬的两天 说难熬 倒不是因为 生了女孩这件事情 最主要的原因是 医生判断 这个孩子可能还患有 先天性疾病 这两天一直在检查 王超已经因为 生出来的是女儿 而大发雷霆 如果这个女儿 真的还有病 那王超将会怎样对待 他们无女呢 过了几天 检查结果出来了 医生的判断 没有错 这个孩子 确实患有 糖氏综合症 也被称作是 二十一三体综合症 患这种病的孩子 智力发育有问题 只是长大成人后 智力也只有 三四岁小孩一样 这样的结果 对母女二人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雪上加霜啊 他们两人抱在一起 痛哭了起来 之后张玉珍问女儿 对于这个孩子 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而淑琴 则紧紧地抱起 这个刚出生的小家伙 对母亲说 我女儿刚出生 就受了这么大的罪 我不能抛弃她呀 不管有多苦 我都要坚持 把她养大 不管有多难 我都一定要坚持下来 就这样 淑琴出了院 回到了家中 王超在得知 这个女儿 确实患病后 他多次提出 要把这个女儿 送到福利院去 可每当此时 淑琴一直是坚决反对 最后有一次 王超抱起 这个女儿就要走 淑琴见状 是拼死阻拦 他一边挣扎 一边对丈夫说 你要是把孩子送到福利院 那我就不活了 最终 王超未能得逞 气得是摔门而去 好几天都没有回过家 在此之后 淑琴总是以泪洗面 经常到母亲家里哭诉 随后就发生了 女儿喝农药的这一幕 张玉珍想着 女儿一定是因为 外孙女儿的疾病 丈夫的绝情 而心灰意冷 最终才会选择 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寻求解脱 他对女儿做出的 这个愚蠢选择 是气愤不已的 不仅如此 他更对女婿的重男轻女 无情无义 而愤恨不已 可事实真如张玉珍 所想象的那样吗 淑琴真的是喝农药 自杀的吗 此时的淑琴仍旧昏迷着 仅有一点点微弱的气息 正当大家对淑琴的苏醒 放弃希望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淑琴渐渐睁开了眼睛 用微弱的气息 喊着妈妈 张玉珍在听医生说 女儿醒来了 再叫她 她连忙冲进了抢救室 淑琴看见了自己的母亲 顿时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随后她叮嘱母亲 用手机录下自己最后的遗言 她对母亲说 妈 我喝农药并不是想要自杀 是王超逼着我喝的 我这都是为了孩子 听到这句话 张玉珍和在场的医生护士 全都惊呆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王超为何要毒死自己的妻子 随后 淑琴用微弱的气息 道出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原来自从上次 王超要把女儿抱到福利院 遭到淑琴阻拦之后 王超就好几天没有回过家 当天中午 王超在外面喝了很多酒后 回到了家里 手上拿着一瓶农药 一进门就要用农药 把女儿堵死 淑琴见状是拼死阻拦 两人为此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斗 争执中由于淑琴拼命地护着孩子 王超一直未能得逞 没想着王超恼羞成怒 拿起家中的凳子 朝着淑琴的身上 就是一顿乱打 边打还边向淑琴吼道 孩子不喝你就得喝 孩子不死你就得死 淑琴被打得是躺倒在地 眼看着丈夫又要把农药 喂到孩子嘴里 淑琴又一次拼尽全力地爬了过去 他拼命地拽着王超 向王超提出自己要替孩子来喝 没想着丧心病狂的王超 拿起农药就递到了淑琴手中 并大声喊道 你喝呀 你倒是喝呀 你喝了孩子就不用喝了 随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为了保全女儿的性命 情急之下的淑琴就这样 喝下了农药 不仅如此 王超还逼着他写下了 我喝农药与丈夫无关 是我自愿喝的这张字条 在道出这个惊天秘密之后 淑琴用残弱的气息 叮嘱母亲要照顾好自己的女儿 之后他就停止了呼吸 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此时张玉珍除了悲伤 更是充满了无穷的愤怒 在医生的陪同下 他来到了公安局 将女儿最后的视频交给了警察 他要求公安机关捉拿害死女儿的真凶 王超 证据面前一直在狡辩的王超 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最终检察院以王超构成故意杀人罪 依法提起了公诉 听到自己将被故意杀人罪公诉 王超不服 妻子的死虽然和自己有关 但是毕竟是淑琴自己把农药喝下去 农药的确是死者淑琴自己喝下去的 那么王超逼迫淑琴喝农药的行为 真的构成故意杀人了吗 他逼我自杀正在播出 之后 警察将在外为妻子准备丧事的王超 带回了公安局 面对公安机关的询问 王超一口咬定妻子是自杀 自己当时并不在现场 并以妻子留下的字条 为自己洗脱罪名 可当警察拿出妻子生命最后一刻 所录制的视频时 王超傻眼了 他万万没想到 妻子能在最后一刻苏醒过来 面对视频 他无言以对 最终交代了全部的犯罪过程 因为嫌弃女儿 并且这个女儿还患有疾病 于是他就想着把这个女儿送到福利院 没想遭到了妻子的阻拦 因此他就产生了用农药把女儿毒死的想法 之后他到县城外的农贸店买了一瓶农药 准备拿回家毒死女儿 没想到又遭到了妻子的疑死相拼 因为自己当时喝了很多酒 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于是就拿起家中的凳子 朝着妻子一顿毒打 可没想到妻子仍然是阻拦自己 当时一气之下 就逼着妻子喝下了农药 为了逃避责任 他还逼着妻子写下了字条 之后他看见妻子晕倒在地 口吐白沫 他也是十分的后悔与害怕 于是他就连忙给张玉珍打了电话 并帮着救护车进行抢救 之后为了逃避责任 他一直谎称妻子是自杀 再听到医生说妻子救不活了 他本想着这个真相 只会隐藏在他的心中 没想到妻子能在最后一刻 苏醒过来揭露了真相 对于妻子的死 他也是非常的后悔 根据王超的供述 公安机关立即来到了 县城外的那家农贸店 证实了抒勤所喝的那瓶农药 和农贸店中剩余的农药 属于逢一批次 农药屏上也留存有王超的指纹 在结合事件报告中 死者抒勤身上的女伤和临终遗言 确认了王超的供述 事实基本问候 死者抒勤喝农药的行为 使王超逼迫导致 到此 本案的事实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最终 检察院以王超构成故意杀人罪 依法提起了公诉 但是王超却认为 妻子的死虽然和自己有关 但是毕竟是舒勤自己把农药喝下去的 自己的行为也就是逼迫他人自杀 不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 王超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呢 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就是故意杀人罪的一种特殊情形 叫做逼迫他人自杀 我国刑法中 故意杀人罪中 故意杀人的定义 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它不仅包含直接的故意杀人这种情形 它还包含了以各种行为 致使他人自杀这种情形 一旦被害人的自杀后果 与行为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么此时 例如逼迫他人自杀 教唆他人自杀 帮助他人自杀 等等这些行为 同样就属于我国刑法中 故意杀人罪的覆盖范围 因此此类案件 同样按照故意杀人罪 进行定罪量刑 本案中 王超虽然没有将农药 直接倒进舒秦的口中 但是王超采用毒死女儿的方式 逼着妻子完成了自杀 这是典型的逼迫他人自杀的行为 因为王超的逼迫行为 与舒秦的死亡结果之间 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王超构成故意杀人罪 最终人民法院 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王超被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是鉴于王超在案发后 对舒秦进行了救治 同时王超还愿意将自己的全部财产 交给岳母张玉珍 以用于女儿后续的治疗与抚养 而张玉珍也考虑到 自己的外孙女儿已经没有了妈妈 如果再见不到自己的爸爸 那么这个孩子就变成了孤儿 如果王超愿意痛改前非 浪子回头 那么他愿意再给王超一次 毁过自新的机会 就这样 张玉珍对王超的罪行也给予了谅解 因此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从轻处罚 王超被依法判处 有期徒刑14年 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 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 最终酿成了这出无法收场的惨案 但这其实本是一出可以避免的悲剧 本案中 王超自是罪有应得 可舒秦在遭到丈夫的威逼和毒打下 选择了忍耐和牺牲 如果他及时求助公安机关 或是亲友邻里 那么这出悲剧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父母苦心给女儿找对象 女儿却突然抱回个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孩子到底是谁的 孩子生父竟是个60岁老外 父母能否接受女儿的跨国恋 你这么好的条件 怎么找了个年龄这么大的老外当男友 父母案中调查 竟意外发现女儿陷入一个感情骗局 女儿被骗 生洋娃 法律讲堂 下期播出